九九鼓筋游 让人能兴奋到失眠的活动 那必然是拆着小铃鞋去穿游 热门项目是必少不了在光明农场吃牛鸽摘草莓 世界之窗看世界 换了谷底过山车 鲜湖植物园大合照 第二站 吃喝玩乐白宝袋 伙伴分享第一杯好物 当然非七个小来人冰棒和双胞胎雪糕莫属了 冰棒一只感情深温 冰棒两只有一万岁 悠悠球 四驱车张牵我们的炫酷童年 芭比娃娃电子宠物治愈了我们的同性同症 泡泡胶吹大一点 方向人贴高一点 水宝宝养一群 东南西北翻一个 吃谁的DNA洞了 第三站 电视之喽饭 动画片和电视剧 那可是我们童年的欢乐添加剂 还有这些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只听一遍就能倒背如流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听到一点风声 立马把电视关掉 拿出作业认真学习 但妈妈一摸电视机就什么都知道了 或许有些回忆比较模糊 但我们仍然可以保持童真 做自己心中的小孩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